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服务业呢 他已经很发达了 你比如说 到了边境地区 你护照没有带 你又想到相对接近的国家 去看一看 你有很多个选择 你比如说你可以找旅行社 就那种私人的小旅行社 划个团啊 爬个山啊 是吧 就可以过来的 那么这个费用呢 其实相当少 几百块钱就可以成交 我知道最便宜的啊 从中国云南到老五也就二百块钱的事儿 甚至都不用你帕餐 换钱的这个黄流 二百块钱一位 摩托车 他就给你送过来了 就这么简单 不用想那么复杂 是吧 是吧 有很多人在边境上经常出事儿 是吧 哪个哪个律师 呃 带着一个什么什么受监控的政治意义分子 是吧 你边境还有八十公里五十公里啊 给国宝 押送回原籍了 是吧 这一类的新闻我们看的很多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你要增强者 不用搞得那么惊险 对吧 你开自己的车 你身上装着护照 装着手机 装着银行卡 这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给你定位的 你要正想放下一身的包袱出来旅游的话 什么东西都不用带 带点现金就可以 对不对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呢 是吧 你说你朋友多 国内国外到处都是朋友 是吧 朋友变天下 那你还带什么银行卡 银行卡你到哪取钱啊 你在哪一个取款机取钱 它都是可以查询的 这东西是全球联网的东西 对不对 它有一个国际结算系统 所以呢 我们看到很多惊险的故事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发生 但是真的你要选择 没带护照 你就往外溜 是吧 那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注意事项 你得先考虑清楚 第一 你得选择一个一步到位的国家 比如说啊 你说我去云南溜了一圈 是吧 但是呢 我特别想去老窝 看看老窝的风景 没问题 是吧 你边境上随便找个人 溜达过来了 溜达过来以后呢 你想一步到位 我继续往前走 没问题 也有人会帮你 是吧 送到钱的面上 现代服务业相当发达 是吧 你到泰国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不是很那么合适的国家 你就一根头栽购你了 你比如说现在就有人一根头栽到那个缅甸出来 你想从缅甸再出来就不容易了 对不对 你想跨境 再去其他国家 甚至我想走得很远 还有一些朋友 一路溜达过来啊 从中缅边境直达泰国 到了泰国以后 申请赖民的身份 申请不到 就开始想回脸子了 就花十万块钱去买一个泰国的身份证 就泰国确实存在这个情况 其实缅甸也存在 老挝 柬埔寨都存在 你花钱买身份 有 怎么回事呢 像最便宜的其实应该是老挝 不是泰国 缅甸好像也不贵 对吧 但是泰国的呢 大家知道的比较多 因为泰国它身份证分四种 四种颜色 它规定了你有选择权 有选举权 或者说有选举权和同时你也拥有 被选举权 有的可能只是荣誉公民 那么因为山上有一些没有规划的三美 或者说因为历史原因啊 包括中国 内战结束以后 有一批 国军 那么退走到 东南亚的 泰国也有 他们这些人是 不承认自己的泰国身份 那么政府为了换取他们 对中央政府的 这种管束 或者说中央政府想对地方 尤其是对这种三美 实现管束 那么东南亚各国都有类似的政策 缅甸也好 泰国也好 都有 包括老婆也有 山上规划下来的人 由村子里面的村长作证 你可以到警察局领取身份 你原来说 我从来就没有登记过身份的 但只要你有人担保 有人保证 能证明你的身份 你可以到警察局领取身份证 那么这种身份证呢 有买卖的 其实它已经形成了产业链 东南亚很多国家 在联合国给他们一个定义 叫什么呢 叫极度腐败国家 就这个地方 你违反了任何法律 你都可以用钱去赎买 但这个事不能大 你说我杀人了 这应该是搞不定 但你如果说我犯个毒 打个价 违装驾驶 酒后驾驶 这没事 花钱都能搞得定 只要你不是搞得那种 头饭头条 是吧 你犯毒 你按蹲饭 那不行 我见过就是 毒贩的因为打架被抓起来了 身上携带了1.5公斤的 海洛因 那么怎么处理的呢 150万老屁 合的人民币1200 警察就把他连人带货都放了 所以呢 这种国家没有拿钱搞不定的 但是他有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身份如果是伪造的 那你就只能在这个国家生活 是吧 你说我这个身份是花钱买的 你说我在想去别的国家 我要干签证 得 一旦有人举报 全完蛋 是吧 通过这个指纹也好 通过其他的数据查询 他会追踪到你的这个 原籍国 就比如说你从中国出来的 那你转了一圈 他还会帮你遣送回这个国家 甚至他不用让你花机票钱 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 他有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来统一结算 对吧 你这一圈就算白忙活 所以呢 买身份其实是非常 不合适的 它不仅不合法 而且会给你造成极大的麻烦 总有人问 我没有护照 我忘了带了 我能不能走 其实这个回答很简单 你能走 周边国家基本上都可以 但是你出来以后 你怎么生活 这个就很麻烦了 那你没有身份吗 这几个国家 它又不存在什么大社之间的问题 对吧 你等到等到哪年 你都等不来一个合法的身份 那么有一些人呢 他就事先计划好了 就比如说我一头摘到老窝去了 我申请无国籍 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 有很多国家周边国家 他专门有一种定性 叫无国籍 就你可以申请 你说我在这儿住的时间长了 对吧 我老年痴呆了 我记不得我从哪来的了 我申请我无国籍 其实能帮你办的东西很多 你只要花点心思去研究一下 其实是可以拿到一个身份的 不是拿不到的 最忌讳的就是买 买其实是伪造 是吧 我们见过经常有 中国人说我要买一个 东南亚的身份 那么到缅甸去买的 几万块钱的事很便宜 泰国也就十万 老窝更好 老窝有一些专门办这个 身份的人便宜到什么地步呢 三千七百美金 半完付钱 但是这种都不是很合法 一旦有人举报 你名下买的任何财产 什么房子车的地 都没了 举报你的人 他还能得到回报 所以呢 买呢 其实非常危险非常大 我只能说 没有护照你能走 但是尽可能通过 变通的方法 获取一个正当的 居留的身份 不要试图去买 你靠买的话 你买的护照 即便你去了别的国家 人家一举报 全完蛋 是不是 就算在本国 比如说你在泰国 你定居下来了 如果有人举报 你的身份是买的 你名下的所有财产 最后也是一场空 我见过一些人呢 特别迷信啊 特迷信自己 就是比较自恋 觉得自己魅力无穷 我有各方面的能力 是吧 找一当地的小姑娘结婚 结完婚以后 所有的财产放在这个妻子名下 就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家 能搞得定了 有的借机 也办了当地的身份 但是最终呢 最终你的所有的财产 它都是不安全的 是吧 爱情是有保质期的 不要做婚姻生活 对吧 又是一个异族的婚姻 语言文化 传统习俗 各方面 都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你仅仅是想找一个人 代持你的财产 其实这个做法 非常的不安全 还有一些人呢 迷信这个中介 就完全依靠中介 让当地人持有他的财产 因为我们知道 东南亚很多国家 就与中国接壤的很多国家 它是不允许中国人 开办一些工厂啊 或者说 贸易公司做法人 一般不太允许 那么有些人说 我来了 我也没带 他们也没带护照 啥都没有 我现在找了一当地的中介 他能帮我 找一个人帮我代持 就是名义上啊 谁是谁做法人 那么我做幕后老板 这种情况 摘根头头也很多 所以呢 你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你离开中国以后 你的第一件事 就是尽可能 办一个相对合法的 千万不要考虑去买 你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 是吧 周边国家法律上都有一些漏洞 说白了 花钱你就能办事 有专业的律师 或者说办理咨询的 这些人 他会帮你找到合适的方案 就申请无国籍 是我知道的 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案 它不涉及到其他问题 它只涉及到你出来以后 怎么样保障 你名下财产的安全 是吧 这是最重要的 也有一些人呢 出来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选择了一个 类似于自断后路 是吧 背水一战的这种方式 这几年我见过的悲剧很多 有一些原来是结伴而来的 在高压之下 互相之间开始撕 有一些呢 貌似是恩爱福气 那么来了以后 因为身份长期得不到解决 劳烟纷飞的情况 经常发生 所以我一直在劝朋友们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拆的现金 就跑到周边国家 护照对你来说呢 终归是有用的 是吧 你说我离开这个国家了 我护照不要了是吧 我以后怎么样怎么样了 这个没问题 最起码你是合法的进入了一个国家 你出现任何方面的问题 在处理的过程中 你有一个身份合法的 这么一个保障 你如果说我是黑过来的 我来的时候就啥都没有 对吧 那没得说 这边的警察呢 抓着你义官情况下 不会关你 是不是 他最多也就是罚个卡 会说话的罚个几十万 就是 合人民币啊几百块钱 不会说话的 罚人民币 七八千的我都见过 人家拿你是当个羊 知道吧 他是来捡羊毛的 他不会一棍子把你打死 很少有国家 说是 遇到这种情况 就直接把你遣送回中国 就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多 但是无论如何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你选择 这个方案 你一定要慎重 不能听信中介的话 说我可以带你去缅甸 是吧 我可以带你去柬埔寨 我可以带你去老吴 他带你去哪儿 他都是只振一遍钱 后面的事儿他就不管了 说白了一句话 他也管不了 所以你要是对自己负责的话 尽可能不要选择这个方案 如果你选择 或者说你 觉得这样做 你觉得这样做值 那么希望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多看一看周边国家的法律条文 都能买得到 那个你在网上都可以买得到 周边几个国家的法律文本 其实很便宜 我在老挝的时候 我买过跟老挝国际法相关的 有关的法律规定 有相关的全部是翻译成中文的 我买了可能有七八册 就是这种法律条款 解释这一块 现在很少 它法律条文是可以买得到的 加在一起可能也就 几百块钱人民币 很简单 不复杂 周边几个国家的 你都可以买一买 买这种最新版本的 就中文版的 其实你都可以买得到 如果你想过来 你事先一定要自己做好功课 中介 它只负责给你弄过来 它是管不了你的今后的 对你负责的只能是你自己 我经常接到一些私信跟我说 我的护照给这个 国安那个 搜缴了 或者说我的护照给我搞掉了 我跟那个谁 跟那个 某一个 所谓的运动 有关 我现在呢 没办法去办新的护照 也有一些朋友呢 从来他就没办过护照 他也想出来 他也觉得好像我到周边国家去旅游 去去转运圈 就相当于 到隔壁县 留在一趟 他觉得很简单 其实你出来转运圈呢 并够复杂 复杂在 与你出来以后 身份不确定 所导致的一系列的 经济上的观点 相当相当的重要 如果说 你贸贸然呢 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其实对你今后 算不上很负责 而且呢 我颠来岛去的说这么多 我只想告诉大家 宣传 极有可能是不正确的 不管他是哪个群 是吧 相交了多少年的朋友 是吧 争取民主 争取自由的战友 不用听这些 真正出了事 他连自己都保不住自己 更不用说理呢 有热情 走出国门去探索一番 这是值得夸耀的 但毕竟我们的生活 要靠我们自己来把握 不要完全听信别人的忽悠 就我这人说话不好听啊 但是实话实说 我看到的悲剧很多 第一步 就是对自己的 极端的如负责任 盲目的清醒一些 所谓的大腕 觉得他们是 政治正义 你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化身 首先一点 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拘留 你在任何一个国家 你都很难站着脚 而且刚开始 踏出国门的时候 如果你有大的失误 对你今后的一生 都会有很强烈的影响 始终 它是一个污蔑 你无法去洗净 这段耻辱 我劝大家慎重 即便你们不爱听 我还是再三的提醒 对自己负责一些 有变通的方法不是没有 但是你要自己找到 对你比较合适的 而不能盲目的听信别人的 所谓的忠告或者说捷径 好 感谢大家 晚安